下面我们来讲一下韩国小气泡的一个安装 那首先呢我们会有1号瓶2号瓶3号瓶 那1号瓶呢是正常皮肤去使用的 2号瓶呢是针对于一些油性皮肤 3号瓶呢是针对于营养液是放营养液的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废水瓶是装废水的 那我们的废水到了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定要及时把它倒掉 把它拧开把它倒掉 倒掉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这个密封圈不要倒掉了 倒掉如果说这个倒掉的话整个是没有负压上来的 水满了的话水到了这个地方一定要及时倒掉 如果说你不及时倒掉的话呢 它会出现一种现象 那这个是装清洁瓶的 然后擦上电源打开 如果说你这里的废水瓶已经满了 不到掉的话呢 它这里是按不动的 而且这个屏幕是会一直在闪动的 这个0号一直在乱闪的 所以说呢出现了这个屏幕在乱闪的时候呢 你要看一下是不是这里的水已经满了 因为它这里出现了这个不是数字 而是0号在跳动 它就提示你废水已经满了 你是没有办法启动工作的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喷枪 喷枪的话安装比较简单 我们这边直接把它拧上去就行了 拿回来的时候直接把它扣死拧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 这边我们就也是一样的 直接把它拧上去就可以了 来 演示一下 然后把它扣死 扣死然后放在这里 好那我们现在开机来试用一下 那这个呢是调时间的 它是5度5度一起调的 就是5分钟5分钟一调的 最高的时间呢是30分钟 当你这里时间已经归零了的时候 时间已经用完了归零了 你按这些键呢也是按不动的 记住了 你发现这里按不动呢 第一看一下是不是水满了 第二看是不是时间已经到了 这里乱闪的话 就是废水平的水已经满了 如果说这里时间归零了 你按这些操作键是没办法按得动的 是没办法按得动的 好那我们来现在看一下 那启动1号键 按一下1号键 灯只是只是灯亮了 然后按启动键 就是这一个瓶子哈 就是这一个瓶子的水流 在用这一个瓶子的溶液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重点 那这个呢是调半圈的哈 调到这个位置拧不动了 你不要再死精灵了 再死精灵的话呢 力气大的话呢 你会把它拧滑湿的 你就是轻轻的到这里拧不动了 为止就不要拧了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到这个地方拧不动了就可以了 那负压什么时候是最大呢 你往这边拧哈 就是往我们的右手边拧 拧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白点 这个白点往右边拧 拧到底的话呢 负压是最大的 看一下哈 这个时候来负压看 皮都吸起来了哈 来演示一下 好你看 那负压往这边拧呢 是没有的看 没有了一点点 负压很小 然后你再调呢 这样也可以调 那这样稍微大一点 这个时候负压是最大的哈 最大的 这个是调负压的 记住了 往这边拧 这个键哈 就这个白色的键头 往我们右边拧 拧不动为止 负压是最大的 往这边拧呢 也是拧不动就不要再拧了 不要有强迫症 把它拧往这边拧啊 因为这是调半圈了 这样就OK了 这样就行了 这就一点点负压了 好 现在我要调到最大负压 我把它拧到底 这个呢 是调它的水流量的 水流量呢 就是相反的方向 是往这个白点 往左边拧哈 往左边拧 对着这里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拧到这里 拧不动了 就已经是到头了 千万不要再拧了 会拧滑丝哈 拧滑丝这样 维修起来很麻烦的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就等于你把水流量 关死了 是没有水上来的 你记住 这边往这边 你就有水流上来了 那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 一开始怎么上 都没有水流 很正常 因为你没有把 仪器里 把这个管子里面的 空气排空 你会觉得我怎么吸 怎么还是没有水流上来 因为一定要把空气排空 那怎么排空呢 这样吸一下 放一下 吸一下 吸一下 放一下 吸一下 放一下 你会看到 把水 空气排空之后 水流就自然上来了 那我现在换一个 有水的瓶子 放在一号 我再试一下 好 所以 然后这是选的一号瓶 因为这些瓶子 没有水的 一号瓶 负压 负压 这个是调负压的 往最右边拧 拧不动为止 是最大的 这个是调水流量的 往左边拧 这个白色的 这个点 对着这里 拧不动为止 就水流最大的 那你看我现在是 基本上是没有水的 因为管子里没有空气 刚刚用的是这个空瓶子 没有水 所以说它会有空气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一吸一放 把它放了 你看水就上来了 听声音都不一样了 看到了吗 水上来了 排空之后 如果说还是没有 没有水流上来 你就一吸一放 一吸一放 直到把管子里面的空气排空 水就上来 你看 水就已经上来了 就有水流了 这个是一号瓶 一定要记住了 这个是调水流的 往这边 你 一定要往这边 如果说你往这边 你看 没有水压上来的 可能一开始会有水压 因为还是空 还是管子里面 残留的液体 那你再吸几下 你看 没水上来了 你会发现 怎么没有水呢 那你就是这里 把它关死了 你要记住 我一定要往这边 你记住了 这个是最常见的 一个问题 那我再吸两扇 你看 水流又上来了 看到没有 水流又上来了 好 如果说我不要这么大的敷压 我这里轻调一点 就可以了 微调 你看 微调 敷压就稍微小了 这边呢 敷压最小的 一点点 慢慢一点点 好 最重点呢 就是这两个怎么去调 那如果说我要用二号瓶的农业 我要用这个瓶的农业呢 我就把它暂停 开启这一个启动 好 我就选择二号瓶就可以了 那二号瓶一开始的时候 也可能会有空气 也像我一样 这样一吸一半 一吸一半 把它多排两下 你看 水就上来了 水流大小都可以调 调到这边 调不动了为止 就等于是把水关死了 怎么调 怎么都没有水上来的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 它还有水 就是小一点点 没有那么大 这是最大的水流了 这个点队是这里 你看 好 这个是调水流的 那这是二号瓶 我要用三号瓶的时候呢 暂停选三号瓶 三号瓶就是这一个瓶 就这一个瓶 为这个瓶是空瓶 也是一样的 也是这样的 然后四号瓶呢 四号瓶就是 暂停 按四号瓶 启动 然后四号瓶呢 指的是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是清洁瓶 一般是钻浸浸水的 是这一个 也是一样的 好 那 这个放到 那如果说我要启动 这一个 你看我要启动 这一个键怎么办呢 你看 你按 你看 没有对吗 因为你这里没有启动 你这样看 你这里虽然是开关打开了 但是你这个启动键 没有启动 它是没有的 没有出来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键开了 然后开 然后这就有了 看没有 这就有了 如果说 如果说 你这样不动的话 这里不开 然后这里的红色的按钮 你又打开了 你会听到一气 会很大的声音 就里边 它的气没有办法排出来 你会觉得会很大声音 你一定要及时把它打开 声音就没有了 如果不用这一个功能 切记 一定要把这个关掉 一定要关掉 再去用这些功能 如果说你这里 你长时间开 而且这个呢 你又不动 它里边的气 没有办法出来 第一 就是它里面憋气了 仪器 噪音会比较大 然后对仪器 也会有一定的损耗 一定要记住 这个开关开了 你就要启动 这一个功能 如果说不启动 这个功能 这个开关 一定不要关 一定要关掉它 一定要关 就灯面掉它 切记了 这是一个重点 好 这个是仪器的整一个安装 那我们来讲一下仪器 常会碰到哪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说的 这个负压 可能大家不是很会调 告诉你 这边这个键是调负压的 就是调它犀利的 这边这个旋钮呢 是调水流量的 负压 你要最大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白色的点 往右边拧 往这边拧 拧不动了负压 最大的 你往这边拧呢 负压是最小的 拧不动为止 千万不要使劲的这样往它掰 会掰坏的 这样就行了 然后这个是调 这个 农业的一个流量 记住啊 这个白点往这边 往这边拧 往我们的左手边拧 左手边拧的话呢 水流是最大的 如果说你拧到这里 拧不动了为止 千万也不要用力拧 如果说调到这边了 白点做到半圈了 水流量就关掉了 你怎么弄就没有怎么弄的话 都是没有水上来的 这样的话呢 中间的水是小一点 如果说关到顶的话 就等于把水关死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哈 一切时间到了为止 你这按这些键是按不动的 因为你时间已经归零了 你怎么去按这些键的话 它都是按不动的 那你要看检查一下 是不是时间已经是到了零 还有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当你的沸水瓶里面的水已经满了 你会发现这里 这个显示器呢 它有两个零再来回的这样转动的话呢 就是证明沸水瓶已经满了 你按这些键也是按不动的 也是按不动的 记住了 沸水瓶的水到了这里的话 要及时把它倒掉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这一个了 你要用这一个功能的时候 就把它打开 你不用的时候呢 千万要把它关掉 就是灯灭掉 这个弹回来 因为你长时间这样的话呢 第一 仪器你会感觉有声音 因为里面有气体嘛 它一起 气体没有办法拍 你会感觉 哄哄的在响 然后呢 这会对仪器里边内部 造成一个伤害来的 记住了 问你 没有啦 给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